好消息好消息 清管例行的交换机终于可以升级了 我们通过升级包升级5009之后 可以畅用的主流猫棒 诺基亚阿尔卡特甚至是华为猫棒 都是可以秒识别的 而且还增加了LACP的动态聚合功能 简直就是多场景NAS产品的绝配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奇能 我是带大家玩交换机的金水 首先我们拿网线连接电脑跟交换机 5009默认的IP地址是192.168.2.1 所以我们需要把网卡的IP调整到2的网段 设置完成之后我们就要来到浏览器 我们输入192.168.2.1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交换机的web端的后台了 这里的用户名和密码默认都是admin 如果你改过了或者不记得没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长按Reset来重置一下交换机 那么当然我们也建议你在升级之前重置一下 这样的话会尽量避免升级时候出错 好我们现在进入web的后台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系统信息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的软件版本是V0.6 之后我们来到导航栏 找到工具 找到固件升级 然后我们点击进入升级模式 这里会询问是否进入升级模式 我们点击是 进入升级模式之后其他的菜单都消失了 我们现在目前只能看到一个工具的选项 我们打开工具选项 我们就可以看到固件升级和重启这两个选项 我们选择固件升级 在这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升级的固件 然后点击升级 之后就正式进入升级的流程 整个过程会在三五分钟 升级完成之后交换机会重启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交换机的灯全都灭了 然后重新亮起 重启之后我们要重新开一个页面 输入192.168.2.1 优惠名和密码默认 依然是额的命 登陆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目前系统的固件版本已经升级到了V1.9 这样就说明我们的升级已经完成了 升级完成之后我们来简单说一下 如何适配各种各样的猫棒 首先我们插入猫棒 插入猫棒之后 其实可以看到它并没有正确的识别 然后我们来到我们的系统 找到我们的端口设置 我们可以看到端口9 也就是SFP这里是一个独立控制的端口 在出厂默认的状态下 它是不识别2.5G的猫棒的 我们需要手动调整一下才可以识别 首先我们来到速度和双弓 下拉菜单 我们可以看到SFP支持的全部的协议和速率 默认是自动 这我们要手动选择2.5G 如果你是实际的设备 也可以选择实际 总之按自己的需求来 之后我们在端口这里 要选中端口9 然后点击应用 这里的状态 注意一定要是开启的 如果不是的话 大家一定要手动开启 好我们稍等一下页面刷新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的速率 会显示到2.5G 或者是你指定的任何一个速率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交换机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SFP的灯 已经正常的亮起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明 我们的猫棒被正确的识别了 但是别着急 还有最重要的一步 那就是一定要记得保存 我们来到工具 点击保存 点击保存设置 一定要记得保存 一定要记得保存 重要的事最少说三遍 到宝座完成之后 并不会自动跳转 所以说保存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稍微多等一下 否则在没有保存完成的时候 刷新页面 或者是切换到其他页面 非常容易保存不上 那经过金水的实际测试 在目前装机率最高的拆机猫棒里面 诺基亚 阿尔卡特 或者是大家心心念念的华为 都是可以正常的识别的 识别率最高的ODI 当然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在这大家放心使用就好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本次升级的另外一个重磅的功能 就是LACP的动态聚合 LACP是基于802.3ADI11E的协议来实现的 硬件必须支持802.3ADI的协议 它才能够实现 那你可以通过LACP将多个物理的网口 聚合成一个 形成一个逻辑网口 并将这些网口的链路 视为一个高速的宽带链路 从而来提升设备链路的带宽和吞吐量 并且可以通过哈希算法 来进行动态的负载分担 所以也叫成动态聚合 那它的优点也非常明显 其中有一条链路出现问题的时候 链路聚合还是可以通过另外一条线路 能保证链路的完整 不至于断网 但是LACP的实现方式相对比较苛刻 连接的网口的数量 速率 双全弓的方式 必须要保证一致才能开启 这种链路聚合常用于NAS跟交换机 或者是路由器之间的连接 用来提升NAS的链路代官 而LACP一般来说是不用于中单设备上的 所以它也很难提升单设备访问NAS的极限速度 或者是效果非常不明显 所以LACP动态链路聚合 非常适合多设备的访问场景 好 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在升级后的500上 来设置LACP动态链路聚合 首先我们找到配置 找到链路聚合 点击聚合类型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比之前多了一个LACP的选项 那接下来我们就使用群晖为例 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如何配置LACP 首先我们要保证 你的NAS设备上有两个以上的网口 有单网口的加一个USB网卡 也是可以的 那尽量要保证型号一致 我在这测试的是两个 英特尔的I26V的网卡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 如何安装英特尔网卡的驱动 那么下一期视频给大家讲 我们找到两条网线 把交换机跟NAS相连 首先我们要保证 它的网卡能正确的识别 好 我们现在来到交换机 我们找到端口设置 选择需要聚合的端口 手动指定协商的速率 这里面我们使用8和7号两个端口 我们把它的速率改成2.5G 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在实际里面看到 它已经是2.5G了 然后我们来到配置 找到链路聚合 这里面支持1和2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同时设置两个聚合 类型这里我们下拉选择LACP 然后我们选择我们需要聚合的端口 这里如果是Windows设备 你要按Ctrl键进行多选 如果是Mac设备 则需要按Command键 选择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添加 添加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 有新的聚合链路组了 完成之后 我们来到工具 记得要保存一下 这样在路由上的设置 就已经完成了 之后我们来到群晖 我们来到群晖的后台 我们找到控制面板 找到网络 点击网络界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NAS已经识别出 全部的网卡和链路链接 这里点击新增 创建一个Bomb 选择第二项 基于802.3AD的动态链路聚合 也就是LACP 我们选择下一步 选择需要聚合的网卡 下一步 这里我们建议大家 要手动指定一个IP地址 这样方便我们后期查找 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继续应用 这时候会显示 应用新的网络设置 好 我们在这稍等片刻 成功之后 这里就会显示 一个新的聚合链路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链路聚合成功之后 我们连接的速度 就会显示为5G 这样就说明 我们的动态聚合 已经成功了 测试的方法 也非常简单 我们分别用一台Windows电脑 和一台Mac电脑 同时通过2.5G网卡 连接交换机 让我们同时向NAS 传输一个大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 它聚合之后 两台电脑 都是可以跑满带宽的 那么同时我也尝试了 用万兆网卡的链路 链接交换机的SFP交口 去对链路聚合的设备 进行打流 单台设备打流 最大能跑到3200兆左右 聚合之后的速度 需要比聚合之前的速度 是略有提升的 但是它的提升并不明显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说 LACP更适合工作室 或者是多台访问的场景了 好了 相信看到这里 小伙伴们都应该对 5009如何的升级 甚至是升级之后 有什么提升 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本次升级新增的功能 对于想使用猫棒 或者链路聚合的用户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之前购买过的老用户 可以在我们这个视频的下方 找到升级包的下载链接 那么新用户 可以在购买的时候 直接在我的淘宝店 找客户索取就可以了 最近金水的小剑 也上了一些新品 那么有了解的小伙伴 可以到店咨询 到这里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可以在你玩交换机的路上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YouTube小伙伴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许多铃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机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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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